打從Disney Plus上線的第一天開始 我就滿懷期待他進台灣 終於被我心心念念兩年他終於來了 那我喜歡迪士尼也不是什麼秘密了 這個頻道就是因為迪士尼而存在的 有些人應該會好奇說 那大部分的迪士尼電影都已經看那麼多次了 多一個Disney Plus有什麼好興奮的 不不不 DISNEY Plus 上面有超級多值得一看的原創作品 那我們今天就先不講洛基啊 Wandavision 這種大家都知道的 以下就列出我個人非常期待的 一上線和未上線的 DISNEY Plus 原創作品 十選 另外一隻手在拿提詞機 第一部是Inside Pixar 算是非常迷你的影集 那每集都短短15分鐘 從五位皮克斯核心成員切入 那影集分成五個部分 介紹皮克斯過往作品的幕後製作過程 也會透露一些皮克斯未來的創作計畫 那其實就是我頻道做的影片的 真實紀錄片版啦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超級熱愛皮克斯 有興趣了解你喜歡的電影 這座幕後的人呢 就非常推薦可以看一下這部 就算不是這個皮克斯的粉 那光是去了解傳奇如何誕生也蠻有意思的 因為這部是從皮克斯員工切入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電影的靈感來源 都是來自於導演啊 或者是團隊成員很私密的生活體驗 那其中有講到靈魂計算彎的副導演 Kan Powers 他就這樣非常非常多 身為非裔美國人的生活體驗 加入到電影裡面 像是去黑人理髮廳啊 或是洗澡之後要塗乳液等等的 那這些精心營造的小細節 都是皮克斯角色栩栩如生的關鍵 同場加印另外一部也是講幕後製作的 Waking Sleeping Beauty 那這部主要是聚焦在 890年代的手繪動畫創作幕後 他講迪士尼是如何從垂死的狀態裡面重生 然後在現任的CEO Geoffrey Kazenberg的搗亂 我總是說領導之下 進入帶給千世世代滿滿回憶的迪士尼文藝復興 創造出小美人魚、奧拉丁、美女野獸的這些神作 強烈建議這個啊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我頻道裡面 13隻公主系列影片再去看這個紀錄片 之前講小美人魚主題曲的影片裡面 我有提過就是Howard Ashman 這個對迪士尼歌曲 舉足輕重的一個傳奇人物 那畢竟小美人魚是迪士尼第一部 採用像百老會歌舞形式的公主動畫片 那這時期呢 迪士尼歌曲創作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像是Howard Ashman 還有Ellen Mancon 這兩位作詞作曲家呢 就是迪士尼文藝復興時期兩位最重要的人物其餓 說大家看得出來的那幾首經典名曲 Part of Your World、Beauty and the Beast 都是由Howard Ashman 作詞之外呢 神曲如何誕生也很讓人好奇哦 那這部紀錄片也探討了Howard Ashman 他比較私密的一面 同志身份而令人誤解又性格的內向 這對Ashman 他總是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因此呢 他的創作中常常可以聽到 渴望被認同還有被愛的慾望哦 這位傳奇人物於1991年 因為罹患了艾滋病而病逝 那離開的時候只有40歲 接受了他光輝耀眼 卻也帶著悲劇色彩的一生 OK 接下來這部有點鏘 那一般我現在已經不會特別期待漫威的電影了 但是星際義工隊遇上聖誕節 真的太鏘了 這一定要看 這部特別片的時間點會落在第三集的之前 作為星際義工隊3之前的一個小小的銜接 那根據導演James Gunn 這個聖誕特輯他不會只是讓角色出來賣萌而已 而是真的有一些看第三集之前需要了解的資訊 還會出現一個新角色 所以他完全是在世界觀證詞裡面的一部作品哦 那現在導演也沒有講會出現哪一個新角色 就有非常非常多網友都在猜 應該是聖誕老人 對聖誕老人在漫威的漫畫裡面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角色 而且還是一個Omega級的超強變種人 那究竟漫威會不會用這個機會強行讓變種人出現在漫威電影宇宙中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接下來這一部有多欠看應該不需要我多說了 第一次知道巴斯光年要拍獨立電影的時候 心裡真的是比較問號一點 雖然我相信皮克斯再怎麼樣都一定可以端出水準之上的作品 但是玩具總統園這個IP他們自己也翻完了好多東西了 我還以為差不多將來才進了 那說不知呢 這次巴斯光年宿的故事已經跳脫小朋友的玩具房 而是從啟發巴斯光年這個角色的真實人物去出發 描繪一個全新的原創的冒險故事 還找來了鎮氣凜然現在觀眾更熟悉的美國隊長 Chris Evans 出來配音 他對我非常讓的聰明 畢竟玩具總統園的粉絲現在都已經長大了 那麥情懷同時也順應著市場 非常的高招 那我自己也可以想像我在看這部的時候一定會哭出來 感覺就非常適合一群人糾葛玩具總統園職業 然後再講給你看 這部是導演Angus Macklin 他的指導處女作 那他之前已經參與過非常多部皮克斯電影的製作了 另外編劇是天外奇蹟 腦筋急轉彎的Pick Doctor 我對這部的期望值還是非常非常高 天才女醫生妒忌 她描述於一個16歲就從醫學院畢業的天才少女 Lahela 背負著眾人對她的高度期待之外 還必須在工作、戀愛、家人之間取得生活的平衡 那這部就是改變自1989年的同名電視劇 Dougie Harasser 當年是由這個Neil Patrick Harris 飾演同名主角 在天才女醫生裡面 Lahela周遭的人也會以Dougie作為綽號去稱呼她 暗指她是天才醫生 至少到這部有沒有一種畫風團大便的感覺 那我自己也算很意外看完預告之後 我會這麼的期待看這部劇 醫療劇以前真的比較不是我的菜 但可能是因為主角是一個天才少女 然後背景是在夏威夷 天才女醫生有太多讓人眼睛一樣的元素了 那除了是醫療劇之外呢 她也是一部青春成長物語 我覺得很欠追 Marvel的What If 應該是很多人在訂閱Disney Plus之後 會第一個開始追的劇 那這部沒別的就是簡單暴力 就是迪士尼玩自己的IP 創作出各種天馬行空的角色碰撞 遭到在電影宇宙中不可能發生的故事之線 像是卡特探雲變成美國隊長啊 Tichella變成星爵啊 然後就是殭屍的鋼鐵人等等的 那無疑是漫威粉絲必看的一部 那我自己個人最期待看到的還是美術的部分 在大螢幕看過來那些角色惡迪化 一定是有很多真人辦不到的視覺呈現的 那無需多說這部就是看就對了好不好 玩具總動員迷失時空前是2014年的TV Spatial 當初是在ABC播出的 台灣觀眾應該大部分是沒有看過的 那這一部也是聖誕特輯 就要在三角龍Trixie身上 描述胡迪一行人進入到一個恐龍戰士的王國 探險的故事 那在這個王國裡面的恐龍玩具都非常的嗜血 真的是非常的愛戰鬥 最後就忘記自己身為玩具的使命 那故事概念還蠻有趣的 這部劇本來只有6分鐘 但是John Lester他自己太喜歡了 就決定加長到一個電視節目的篇幅 大概是22分鐘 不覺得訂閱Disney Plus 可以直接解鎖這些小短劇 真的是迪士尼粉絲最幸福的事情嗎 疫情悶太久 非常懷念迪士尼樂園的人 一定要看一下這部紀錄片 The Imaginary Story 那之前有講過 在迪士尼裡面 他們稱呼設計樂園設施的工程師是 Imagineer 就是Imagine它為Engineer 合在一起創的詞 那就非常的酷 相信去過樂園的人 也蠻能夠充分感覺到 迪士尼樂園真的是個充滿想像力的國度 那所有的設施都是非常精心打造出來的 不只是可以乘坐而已 排隊過程也很像在看展有沒有 那這部Imagineer story共有6集 就是在描述這些設施是如何被搭建出來 然後還有設計師的靈感來由和理念這樣子 絕對是熱愛跑迪士尼樂園的遊客會感興趣的題材 講到樂園也可以同場加印一下 另外一部也是跟樂園有關的紀錄片 叫做Behind the Attraction 還有Disney Park Sunrise Series 那這個節目很好笑的 就是只有清音樂還有迪士尼城堡的畫面 然後隨便一秒都可以截圖讓你當作物資的樣子 我覺得蠻療癒的 就是去不了迪士尼 就可以在家裡面過過乾淫這樣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精選的迪士尼Plus的原創內容了 那看到這邊相信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是怎樣可以看到這些作品呢 那就容我來簡單介紹一下 迪士尼Plus在台灣的收費還有使用方式 迪士尼Plus的訂閱費用是月費270元 年費是2790元 一個帳號可以建立7個使用者 它支援同時4台裝置觀看 包括手機平板PS4 PS5 Xbox S 智慧型電視聯網電視設備都是可以拿來看的 另外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台灣大哥大的 迪士尼Plus 5G的夢幻方案 新申辦手機號碼續約的用戶 搭配門號每個月只要599元起 就可以想5G高速方案 加上迪士尼Plus 24個月不間斷 申辦1399元以上的資費方案 會再送迪士尼Plus限量好禮 那另外呢 如果是約期中或是不想綁長約的朋友 也可以使用老朋友家庭 彈性約定的方案 那最高每個月享有電信帳單 回饋171元 影片最後也要來送出 迪士尼Plus的限量好禮 只要在底下留言 最期待影片裡面介紹的哪一部作品 還有原因就有幾個抽中這個豪華的禮盒 詳細更多優惠內容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還在心動要不要訂閱迪士尼Plus的人 歡迎參考 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你對今天介紹的影劇的想法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